遭北冕台风重创的 索索共省布兰镇 灾后满目疮痍 由马里拉志工组成的 勘灾团在沿海几个里走访 眼见所及让他们眉头深锁 他们的船只 也就是因为这次海水刀罐 冲过来虽然不是说那么高 那个海浪冲过来不是那么高 但是毕竟就开始一直回 那也是回得很凄惨 那看得很不舍 靠海为生的居民 灾后无以为继 马林的家不到四平 台风过后 三面墙和屋顶都没了 孙子也受了风寒 之后的生活该怎么过下去 他又心重重 75岁的吉萨斯 家同样也被倒灌海水淹没 大半辈子的努力 在一场风灾后 全都化为乌有 此机在所所共省目前并无志工 因此这次勘灾 联络了当地一位华商同行 并在勘灾后拜会当地政府 在这次勇灾后 在这次勇灾后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 我们能够帮助 有70,000家屋被毁坏 还有15,000家屋 全都被毁坏 我们正在回复和改变 我们需要帮助 我们能够能够 能够改变自己的家 和生活 目前马尼拉志工 在所所共省的勘灾 正告一段落 但相关评估后 将在最短时间内 进行后续援助 大约新闻 黄毅杰 珍妮 菲律宾报道